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的家權股價指數 還是在一個區間的震盪 政府非常的小 那這裡是一個橫盤整理的格局 那我跟大家講過嘛 我們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算昨天回補了 可是我這裡的紅K跟這裡的套牢的量 總共加起來將近2300億元 所以你要過這個高點 必須這裡要帶量突破 但是那個量能還沒有出來之前 沒有出現那種大量的時候 其實整理反而是好事 因為我在整理的過程之中 我可以累積多頭的能量 最後再一舉向上突破 等到它一舉突破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行情就會再度啟動多頭的上攻 所以我們在6月27號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講說 高檔背離你要小心喔 但是你的月均線還是在上揚的時候 你不用害怕嘛 過高背離你要先走一趟 但是拉回你要找買點嘛 一直到它量說整理 整理的時候它出現了跳空缺口 我說如果資金真的要撤退啦 不可能用缺口的啦 所以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7月10號的時候 跟大家預告的匹級泰來之事嘛 這些都是跟大家驗證過的啊 但是匹級泰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跟大家講呢 你要看哪一檔股票 我說你要看大力光 因為股王一檔股王啊 他會決定說整個台股的本益比 他到底是高還是低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大力光 當時是不是已經先創高了 先創高之後公佈營收獲利 不如預期下來 但是你又發現說 他又準備要挑戰新高 是不是多頭的格局 還有辦法延續的下去 為什麼多頭的格局會延續 因為市場的資金的量能 是充足的嘛 我們常講說 資金的流向會決定 整個未來行情的方向 所以我們不是告訴你 每天什麼股票漲停板 而是我預告的一些資金 他要怎麼走 從新台幣 出現了跳空缺口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趨勢不一樣囉 他已經轉為升值喔 他在轉為升值的時候 他就會帶動 整個資金行情的啟動嘛 你有沒有發現說 整個全資股 剛好就是在那個時候 大盤就是在那個資金 開始在轉入的時候起漲的 所以有錢在買的股票 跟有資金在顧的股市 相對來的強勢嘛 不是說我今天看到一檔股票 你就一定要去追 但是你可以拉回再買 但是整理 正當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要怎麼去選股 趨勢的判斷 股票的選擇 最後你要什麼時候去賣他 那這個很簡單 股票市場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很多人 都會想要去追股票 比如像說 2317的紅海 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一段大家非常看好 但是拉回整理的時候 就沒有人去理他 因為就覺得說他好像要死掉了 他怎樣 他的好像整個行情都已經過了 但是 紅海不會因為這10天的股價下跌 或者是10天的股價整理 然後就改變了他基本面的狀況 甚至說改變了他營運的狀況嘛 那你可以不用去追 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 拉回的時候 金色理論所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你要買強 你要空落 股市金流圖告訴我們的是 你要怎麼選擇 有價有量的股票 BIOS操盤數告訴我們市場的心理狀態 這些都是一些很簡單很簡單的概念 真的很簡單的概念 可是啊 我把它結合在一起之後 就是一個全新非常好用的操盤工具 比如像說iPhone iPhone當年在推出來之前 它其實所有的技術都不是最新的 包括觸碰螢幕 早就已經有人在用了 那包括什麼 包括了手機的技術吧 包括連結的技術 甚至無線網路的技術 這些都不是最新的技術 但是賈伯斯把這些技術 結合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一支 全世界最熱賣的手機 而且是全世界最好用的手機 那為什麼他可以 他因為他的創新 他的創新不是來自於 他去創造一個新的東西 而是把舊有的技術跟能量 結合在一起之後 成為一個新的 市場上所沒有的產品 但是他能夠創造成功 所以同樣的 我們把這些理論 都不是市場上面 這些市場上面都是耳熟能詳的理論 但是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洪流戰法 你就可以不用再去一直追高 甚至說你可以去享受波段的獲利 7月12號的時候 是不是跟大家講過什麼 貴買電子零組件 有錢在買 有錢在買什麼 日陽 九豪跟台藥 台藥跟九豪是不是已經先創高了 有跟著我們做的人都是獲利 但是日陽同樣的 人氣而我取 在拉回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敢不敢去買 很多人這一段瘋狂去追 但是拉回整理 就完全忘記他了 但是他是不是一檔強制股 他是 他是不是非常有未來成長性的股票 但是他會因為這10天下跌而改變嗎 不會 但是你的心會 19.7元買進 19.6元成交 當時候都沒有人在講他 4天的時間他創了新高 強制股你要買拉回 這不是口號 這是真正的操作的模式 但是同學你們知道嗎 你們做得到嗎 很多人都做不到 因為你們只想要什麼 去追市場上很多的 那種老師都告訴你 你要去追那些掌停板的 不是每一檔掌停板 都一定是好的 也不是每一支跌停板 都一定是不好的 量占比怎麼告訴你的 指標怎麼跟你講的 BIOS怎麼跟你說的 這種股票你可以買得安心 放得更放心嗎 賺錢有這麼難嗎 只要你有方法 只要你知道怎麼樣去操作股市 聖兵是先求勝而後求戰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 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 很多的投資人都是先買了股票 祈禱他趕快上來 拜託你趕快漲 漲不上來就去罵那檔股票不好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嗎 市場的資金它是會流動的 它是不斷的在滾動的 我今天做完了A 我明天就會做B 重點是你有沒有掌握到這個整個輪動的過程 7月13號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預告了什麼 網通類股啊 開始有資金在做進入嘛 但你要觀察指標是誰 2345的字邦 跟4977的重大 昨天是不是告訴你2345字邦 昨天已經創新高 今天還在創高嘛 這邊買的人會賠錢嗎 7月13號買的人全部都在賺錢 有沒有提前跟你講 有沒有告訴過你 甚至4977的重大 一切都是講在前面 這樣才夠帥嘛 所以操作是不是要有公事要有方法 我們在99.3元就已經告訴你了 7月13號 就已經告訴你有錢在買了嘛 99.2元你可以成交嘛 一個波段上來你可以賺多少錢 4天的時間我扣掉零頭 我4天可以賺11塊耶 一張獲利1萬10張你可以賺11萬耶 也不過4天的時間啊 你可以賺10% 你可以換算一下 年報酬率會是多少嗎 這就是股票市場 你會做跟不會做它的差別嘛 很多人會去想要去追求 追求什麼 追求那種短期獲利的快感 然後最後你是輸了很多的錢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操作要有公事要有方法 強勢股你要買拉回的時候 不是每一檔漲停板都能追 也不是每一個跌停板都是不好的 只是說金流它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資金啊 它的想法是什麼 資金它的目的在哪裡 你找對股票 為什麼網通股這麼多 我偏偏找這兩支 為什麼偏偏這兩支就是會漲 金色理論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股市金流圖又是怎麼講的 那你要怎麼運用BICE超凡數 去做到波段持有的分段操作 講了很多 我希望所有的同學們 你們要明白 股票市場的操作 它可以很容易 你也可以很輕鬆 你也可以享受波段的獲利 重點是你有沒有找到一個對的跟隨者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孤軍奮戰你只有挨打的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股海紅洋助力超速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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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